有机农作被视为是减碳的重要耕作方式 台湾大学生物资源纪农学院 与磁兴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 签署合作备忘 双方将共同开发有机农业减碳与增汇方法学 碳排细数盘查等重要技术 共同推动有机农业的发展 他们把整个有机栽培的制度 跟有机栽培的方法 还有一些过程都完整地记录下来 在我们进行净零碳的这部分 尤其是在有机栽培的部分 更有必要需要磁心的加入 让台大在净零碳的这一个部分 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由于极端气候 有机农业被视为在农业净零碳排上 有一定的功效 在台湾推动有机农业 耕作辅导与认证长达27年的磁心 在台湾有机农业占有重要地位 所以这一次能够特别跟医生农学院 又签这样的做备忘 还有之后会展开的 这一连串的农田的碳的盘查 跟相关的分析 我是觉得非常期待也非常重要 我们跟磁心吸手合作 强强合作 希望能够在有机栽培的有关碳的部分 如何减碳 如何进行有机栽培的碳盘查 这都有非常好的注意 借由台大的学术地位 与磁心的有机食物经验 产学合作不仅互惠双方 更能提升台湾有机农业 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力 为全球永续农业发展 做出积极的贡献 人间新闻成信 宋一珍台北采访报导